中国方式先前接连爆雷而其中最大的恒大集团的董事长许家义呢 在27号也传出遭到监视居住 目前在北京的一处居所已经被限制的部分的行动自由 那么今天的中国观察我们也邀请到特派记者运文 来到现场帮大家分析 运文好 许姨好 大家好 好 运文想要请教 我们知道说这个恒大集团在中国大陆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企业跟集团 所以他的董事长许家义很想当然有这个被限制居住一定会引发关注的 那他其实从首付到现在呢 这样子沦为阶下囚是不是代表说中国现在已经开始对恒大来收网 目前恒大他们还有很多卫清厂的债务大概有多少呢 好 其实我们来看到目前这是根据了恒大自己所公告的部分 他们的这个卫清厂的债务其实蛮高的 是超过了2亿美元这么多 一共是呢 超过来到是2670.77亿人民币 这么多 我刚刚数字里念错 不知道怎么更正一下 恒大呢 他们公司未清厂的债务是来到2067.77亿人民币 这样的数字大概有将近台币一兆元 是他们公司现在还没有清厂的债务是非常大天价 那可以看出来是基本上是中共官方也确实目前要对许家印来出手 加以来 来清算他了 可能要好好的来惩罚他 好 为什么 我们就来看到是其实整个恒大的风波是从两年前开始的 两年前呢 在2021年的大概八九月开始传出说 恒大的一些投资的产品呢无法兑付之外 他们的海外的债券也无法交付 负债累累 同时呢 这个盖的房子又变成是烂尾了盖不下去 所以一连串的风暴引爆之后呢 过两年现在看出来是 似乎许家印本人似乎不太想管这些恒大的债务 他们还想办法呢是透过技术性的离婚 就跟他的太太离婚之后呢分开财产之后 让他们可以把资产转移出去 所以现在中国呢就开始对许家印动手要来好好的整治他 我们就来看到的是其实呢是在927的时候外媒说到 这个许家印呢在这个月的稍早呢被上铐 铐上了手铐脚了被带走之后呢 那也被就是限制地方来监视居住 然后当天晚上当天的那股价就暴跌 来看是当天927的香港这个港股部分 恒大系的股价呢纷纷暴跌 中国恒大跌幅是13% 然后恒大物业跌幅11% 恒大汽车跌幅21% 都非常惨的暴跌状况 然后这还没有完哦 927隔天928一大早就公告说 恒大系所有的股价 所有的这个股呢 通通都是停牌的状况 就是停止交易 然后到了晚上呢 这个中国恒大就发这一张公告 说什么 说是他们的这个主席啊 许家印是有违法犯罪 涉嫌违法犯罪 所以呢目前是被 采取了强制的措施 是认证的媒体报导之外呢 也说他们的相关的股份 会继续的暂停买卖 所以是蛮严重的一个状况 所以看到是目前哦 他的身家 他原本呢 是以这个超过400亿美元 成为中国首富 但是现在因为股票暴跌之后呢 他的身家大幅缩水的是90% 也被说是成这个中国首富 成为中国首富 这个富是负债的富 是蛮严重的状况 然后今天的消息是说 他的儿子也被带走了 然后他的太太 他的前期是已经离开香港之后呢 是不知去上情形 是的确 因为现在中国恒大 也有可能留一些烂尾楼 所以他如果还把财产 就是用其他的方式 转移出去的话 大家真的感受会比较不好 那威力学跟韵文说 中秋节快乐 谢谢 好那么我们想要请教 因为像是这个互问说 恒大岛的话 会有点像亚洲金融风暴 这部分我们可能还蛮难来断言说 会不会是亚洲金融风暴 但是有人说是提到说 如果恒大真的破产倒了的话 那可能对中国的整个房地产 跟同时经济会是蛮大的风暴 是没错 我们只要说 其实许家印现在遭到监视居住 虽然说 目前还没有确定说 他接下来会面临到些什么 可是现在中国房市 可以说是正在重整他们的脚步 想要再重新站起来 那他这一个被逮捕 也不是被逮捕 被限制被监视居住的行为 的确还是会对中国房市有 可以说是一记重击 因为他其实是蛮严重的状况 他应该是有涉及到很多条的这个罪名 所以目前这个情形 这个处置方式是蛮严重的 也对其他的相关的房地产 可能会有一些就是 警示的作用 是好那我们接下来来谈的是 我们知道中国大陆其实对于国内的言论呢 一直以来都有很多的限制 像是大家有在用社群媒体上微信 这种中国大陆的 或是微博这种社群媒体 就会知道说有一些字眼比较敏感的 是会被屏蔽的 他们就是言论自由上面是比较紧缩的 但是现在美国国务院是不是也认为中国大陆 现在正在对国际的言论来出手呢 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到国际的言论的部分 我们就来看这部分是美国的国务院 所公开的报告指出说 北京的每年花费就是多达是 大概有超过数十亿美元 在进行这个以公开或是非公开的方式呢 来操作相关的资讯 并且来创建他们自己的这个资讯的生态系统 怎么说他们是透过五大的方式来做相关 他们自己的这个所谓的资讯系统 网红跟大外宣的 好 第一个是透过是这个媒体的 国外媒体的收购是股份的收购 来增加他们的影响力之外呢 就是会赞助网红 其实这部分也确实是真的有在发生 因为其实你知道吗 在中国北京啊 他们是这个堪称是大家外媒的集散地的地方 就很多有上百家外媒都在那边 那其实在中国大陆有说 有些蛮重要的采访新闻的时候呢 会以这个说 哎 场地有限 人数有限为有 会限制这媒体的加速 所以会挑选媒体可以进去的人 家属跟人 那这个评选的标准始终是一个谜 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标准 然后呢 有些官方的活动 像是之前呢 亚运的场馆开箱 或是北京都要的场馆开箱 去的人之外呢 除了是那种传统媒体之外 就是有一些是网红也去了 然后这网红呢 除了是他们自己国内网红之外 有些国外网红 特别请过来的赞助网红 可以拍一些比较正向的宣传帮忙做大外宣 所以这个美国的这报告呢 其实也是还算准确有这个赞助网红的行为 再来是呢这个虚假的讯息的传播 就是假消息 台湾呢可以说是呢 深受其害啦 大家对他们的假消息是疲于奔命的状况 再来是呢 拉网这个国外的政治精英 就对于像是国外的一些可能政策 来进而有影响力之外 就对于这个整个国际的舆论 有一些推波助来的影响 再来呢 看一看就是呢 透过这个地方 就是针对这个他们的好朋友国家 这个一些国家的进行卫星 数位电视大外宣 然后对于一些议题很敏感的 就是我们台湾的议题 以及呢人权议题 还有是他们中国经济不好议题呢 来加以压制一些相关 不符合北京的言论的 是没错 像是观众朋友Bob Chen就说 肯定的 因为钞票很香 可以下广告 那威廉雪说 看到那种比较偏颇 大概就知道收钱哦 其实就是 这个对 通常有这种收钱 是大家可能不会揭露出来的 对 不过我们看到是美国有说到说 所以要加以来防范跟制止之外呢 其实可以看到是 民主国家的体制是有他的好的方式的 就是即便说北京有这样子很大的银蛋 去做这样宣传的影响 但是在民主国家呢 会有他们当地的媒体跟社会影响力去反弹 所以北京蛮多挫折的 好没错哦 那我们也非常谢谢 韵文今天来到现场 帮我们进行分析 谢谢韵文 谢谢心仪 谢谢大家 好那我们再度把镜头转回国内 我们知道这个 海湾第一艘国造潜舰呢 在昨天下水了 当然这个国造潜舰下水呢 也会引来中国大陆的国防跟外交部门的 他们有一些接力的来开栓哦 对此呢 我们的国防部也回应了 依照敌情的威胁 持续的自我防卫哦 但是对岸的官媒宣传说 已经有45名金门居民到厦门办理居民证 拉着行李箱进入厦门一个地方服务中心 这些人是中华民国的金门居民 差不多在一个月以前就在策划这一次行程 要过来办那个居住证 可以去考驾照 然后就业 买社保 医疗 通通都OK 跟你们是一样的 日前北京推出福建对台示范区 中国大陆官媒宣传 已有45名金门人赴厦门办居住证 先前陆委会就批评 这是拉拢右影完全是中共一厢情愿的做法 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 是以诚挚的问候 适逢中共建政74周年 习近平再度对台喊话 我们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 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深化两岸融合发展 就在习近平谈话同一天 我们第一艘国造浅舰下水 引来北京当局两大部门接力开栓 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 挥霍台湾老百姓的血汗钱购买武器 制造两岸的对立对抗 只会迫害台海的和平稳定 对此我国国防部回应 中共持续的军事挑衅才是区域不安的主要原因 那么国军会持续依据敌情的威胁 跟自我防卫需求 秉持备战不求战 应战不避战的决心跟态度 来提升自我防卫能力 全力捍卫国家主权 面对中共软硬威胁 台湾只能强化各项自我防卫 TVBS新闻张家宝全面文综合报道 好我们刚刚讲到中国大陆控制言论 其实像是观众朋友HFS说 他认为控制媒体言论的不是只有中俄这种独裁政权 包括像是欧美的报道 其实从恶物战争呢 看得出来好像也是会有一些夸大其力忽略其弊的一些状况 其实各国的政府或者是各国的媒体呢 都会有希望有一些各自带风向的状况 但是假消息大家还是要学会辩论才是最重要的 另外我们刚刚谈到说首遭国遭潜见呢 在昨天下水但是前海军顾问郭席 他就跳出来控诉国民党的立委马文君 把造遣的这个资料送到国外 根本就是卖台哦 但是马文君则是点名郭席是 隐清风案的涉案人之一 更喊话潜见国造的召集人 黄树光呢不要用别人当打手 马文君就是那位立法委员 把我们国家所有的造遣见的资料 送到国外去的人就是他送的 你知道他多无耻吗 那是公平道另一位马文君的照片 前海军顾问郭席越骂越气 我们至少要有一个心理准备说 送出去的是什么资料 外国人要付他钱才能看 这些他送去卖国的资料 我这样讲马文君你可以告我嘛 我就已经讲你是卖台的 不断重复若非属实 欢迎马文君提告 国造潜见28日正式下水 此前传出潜见小组召集人黄树光 爆料点名令委为了一点银头小力 一直在搞 还说未得必要的军火商 把资料转给中共大使馆 外界很关心你点名的立委跟厂商 我不知道是谁 你们自己去猜猜吧 这是严重的叛国行为 黄树光出来说清楚到底是谁 这个包括国安单位 包括国防部 包括检调都应该主动的去侦查 马文君前一天 发文批黄树光用隐身的手段 带风向 发图卡虽然是否害怕监督 还喊出若点名自己必定提告 而对于郭席的指控 马文君指郭席就是当年 隐清风案涉案人之一 但没回应会否提告郭席 不过随着马文君陷入争议 明将立委也把炮火对准国民党 马文君委员也经常多次 以让浅舰无法先建下去的 高额冻结预算来杯葛 而且在调阅机敏资料的时候 我们看到国民党的委员 拿着纸笔不断的抄写厂商的资料 而且把这样的资料吸出 游走在机密法的这样的一个规范范围之外 那我们认为这样的做法 当然不免请人移动 国造原型浅舰刚下水 后续浅舰预算案已经开打 TVB的西国航报华 刘婷婷一台报道 好 国造潜舰在昨天正式下水 而目标呢 其实就是在明年年底 完成所有的测试 预计在2024年4月1号出海 今年年底就希望可以交付给海军 目标就是逐步形成 足以吓阻解放军的水下战力 独家画面 中国大陆福建大成湾海域 东部战区海军登陆舰第五支队辖下 洞拐武两栖攻击舰安徽舰 正演练投放拐两六型气垫登陆艇 与此同时 旧护用的直八直升机也在空中盘旋 作战后勤一体 空地整体行动俨然成型 既然是两栖操演 多艘洞拐腰型船坞登陆舰 当然也在周遭队列 加上不远处矛薄的各型舰艇 共军驻地训练显然进入了重要关头 我们要用个连续续的角度来看 现在共军所做的一个演习 三分号航空母舰 他从巴士海峡这一边 进入到了新太平洋 当然等到新太平洋这里的话 固然有可能是在做假想敌 但是他也不能排除说 他其实是在做A2AD的一个反制训练 第二部解放军会做的就是 他用他的空中武力的对我们进行空袭 所以这个空中武力 我们会去连接到103架式的 学者分析 近半个月解放军的演训行动 并非个别事件 联合作战演练大场面 随着中国大陆十一国庆接近 是否山雨欲来 控管内部军令同时验证指挥运作 国军所关注的异常争后 就是中共还会怎么样强化 大兵力的调度和部署 过去美国的战略是在台湾的东部 距离台湾大概500公里左右的海面 可以部署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 那这个是大陆本身的这样的战略 他希望藉由自己的航空母舰 战斗群在台湾东部先战位 然后而且搭配他的包含火箭军 然后包含他的空军的 长程反舰巡弋飞弹等等 构成一个完整的 反驱拒责的一个 作战的作战链 剑指美国对台合围 特别是解放军新航舰 辅舰后持续为了服役 做准备 前海军司令 前舰国造专案赵吉恩黄曙光 日前分析 美方所指的中共在2027年 有能力攻台 关键在于三个航舰战斗群 能否形成投入台海周边 为了迫使对方修正作战计划的方式 就是新军备的加入 包括潜舰 那其实现在目前这些政策手段 对于水下都不是那么有效 那所以那个潜舰依赖这个特性 他就会执行像反水面战 然后这个反潜舰作战等等 然后可以对水面的 这个不只是作战舰体 那包括他的补给舰队等等 都会造成这样子的 那个打击的效果 国造前舰风光下水后 预计从10月开始一系列的测试 目标2024年底之前交付海军 顶着争议和敌情 坚持打造水下战力 官方的理念是借此逼退共军 只是正当国军的操演也定调了解放军 为了防止攻台被介入 势必速战速决 航舰围台的论述始终存在两派间接 一块开战的时候大陆的航空母舰 如果要能够顺利的穿越 石原宫谷水域 或者说发射海峡 其实难度会非常高 那他就变成说 等要在开战前一段十日 就要先将舰艇掀起 步驻在这个地方 未来大陆在两岸发生冲突的时候 他的航空母舰摆到一二岛链之间 其实反而是会让他自己的 重要的国家的战力的象征航空 限度危险之境 正常的部队都在追求最小损伤 造成对方最大损害 敌情会演进 也考验着推动了近八年的国防自主 未来还能否达成防卫构想 TVBS新闻 陈又翔 烟衣服 调个宝 TVBS新闻直播 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闻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